原标题,金鱼特搞书好的婚礼,这位海军飞行员练士却实言了3月12日,海军谋布一架战机,在海南省的东西境内,进行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,两名飞行员牺牲,其中一名飞行员继续, 飞行员张金鑫,来自山东省莱阳市高阁庄镇东大厕城,3月19日,年金鑫烈士的骨灰,安葬在莱阳红土牙革命烈士林园,张金鑫的佳人,按照当地习否为他举行了葬礼,金鱼新闻记者采访时了解到,这位年仅27岁的海军中尉原计划年底结婚,但面临生存和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取责时,他选择了牺牲, 烈士骨灰入土为安一切,都来得太突然,3月22日,山东来阳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风降温,这里的空气还有些干冷, 武龙河的浅滩边,不时落下几群候鸟,在这里休泄命时, 作为较东第一大河流,武龙河不仅跃遇了山东路花,还滋养着一个较东大侧的小山村,沿着岸边齐去的山路,系着一路爬坡,翻过三四个山梁,就来到了这个村子, 沾金星家门口在村里打听烈士沾金星的家,几乎没有人不知道,就在那个小超市后面, 顺着超市后面的小胡同走了几米,只见一处装修上新的大门外墙上,贴着两张白纸, 这是按照当地丧葬洗手,将前来吊咽的亲朋好友名字,进行公开登记。 3月19日,当地政府部门组织安葬仪式,将烈士的部分遗骨,埋在了烈士陵园。 山君星的父亲年洪志说,爱,这老家的习俗,要为儿子再举行一次葬礼,将另一部分骨灰和遗物埋在年家祖坟, 他是军人,是烈士,但他也是山村里的人,不管怎么样都要落叶归根,守着山村,守着五龙河,我相信他会踏实。 年金星烈士一股,再来养烈士陵园的安葬一世一切,都发生得太突然。 烈士家里的一切还是以前的样子,更重要的是,年洪志也不知该怎么给儿子收拾房间。 看到任何一件一物,他和妻子都会哭声很久。 张金星牺牲后,他的母亲因悲伤过度,病倒在了床上。 张金星的舅舅刘志回忆道,3月13日,他接到海军某部通知,说张金星在飞行训练时受伤,让他避急到海南一趟。 刘志赶紧联系了亲属一通前往。 张洪志也接到了部队的通知赶赴海南,同时听说此事的,还有张金星的女朋友,正在兰州夺博的张小珍。 他赶紧找学校请了假,背负海南,为保护地面群众他和战友放弃了跳伞机会从山东到海南。 三个多小时的航程中,年洪志一直在猜测儿子到底怎么了? 他想了各种可能,却不敢往年金星牺牲的方向去想。 可他最不敢想的事情,还是发生了。 父亲年洪志翻看儿子生前的照片到了海南,年洪志一家听说了张金星牺牲的消息,一家人如同遭遇五雷轰定,摊在椅子上和地上,半天没缓过神来。 他们强打招精神赶到坠机现场。 回忆起当时那一幕,年洪志逼下头,捂着脸,又粗糙的双手抹了抹眼睛,朝着记者的镜头摆了白手。 3月12日,网络中传播着数个视频,某型战斗机坠毁,飞行员牺牲,视频中,费时远处一片黑烟后据报道,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在训练中失事,飞行员任用他,张金星不幸牺牲。 网传的坠机现场图片刘志回忆说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飞机砸在地上那个大坑,孩子就这么走了,谁也不知道那一刻他经历了什么。 张金星的家园听说,张金星和战友完全有机会跳伞,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们驾驶着失控的飞机,避开了人员米吉区,用生命捍卫了人民解放军,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。 从小立志当军人父亲,曾派在穿衣刺儿子军装年金星牺牲时年仅27岁,是独生子。 张金星的大坡曾是一名民警,像和罗小男孩一样,年金星很小的时候,就对警察和军人有崇拜感,他小时常说,长大后要当军人或警察。 上学时,张金星成绩优异,身体素质毕业很好。 中学期间,他是化学科代表,还是体育委员。 有一天,张金星回家后,兴奋地跟林洪志说,他有机会当飞行员了。 张洪志一问才知道,他已报名去考部队的飞行员。 林洪志寻思,飞行员的血跋条件呵呵,万里挑一的机会,很难轮到自己的儿子。 虽然没抱什么希望,他还是全力支持儿子的决定。 张金星也非常努力,经过层层选拔,最终如热考入卫鱼。 严台的海军航空工程学院,成为一名飞行员。 张金星和家人的合影张洪志还记得,张金星毕业时,他去参加毕业典礼。 典礼结束后,林洪志悄悄地穿上了张金星的军装,戴上头盔,心里别提多自豪了。 他曾叮嘱张金星,一切听从部队领导指挥,努力训练,要为国家做购献。 2018年8月,张金星给家里打电话时说,他决定申请到海南的部队去,鼠泪拿海。 张洪志曾想来吓他,毕竟在严台离家近,海南太远。 可到嘴边的话,他咽下去了,他知道,张金星下决心做的事,任何人都改变不了,他选择尊重孩子的决定。 到海南后,张金星每周都会和家人通电话。 电话中,他常说的就是不对哪位领导对他好,哪位战友照顾他,从来没抱怨过哭和泪。 他还说,要把父母接到海南去,带家人看看他和战友兄弟是类的海家。 张洪志想着,再次穿上儿子的飞行服,如今,这个梦破碎了。 从海南捧着张金星的乙孩回家时,张金星生前所在部队的领导,询问年洪志一家有什么要求。 张洪娇哭着说,他并不后悔把儿子送到部队,他是为主国,为人民牺牲的,全家为他感到光荣,年家不会给部队添负担。 他唯一的请求就是,把张金星的遗物,和他最喜欢的飞机模型带回老家。 如今,这架飞机模型,摆在老家屋里张金星的一项钱。 说好的婚礼,你却是延了两名好儿子的后世,年。 洪志扛起农具下地了,亲戚和邻居们劝他带老伴到村子外面走走, 可他嘴上却说着,放心不下家里的吉姆农田,干了一辈子农活,停下来不适应。 其实大家都知道,他心里想的是,张金星的骨灰就在老家,他不想再和孩子分开了。 张金星身着尊招年洪志,还有个千万未过门的儿媳妇年小圈。 年姓是村里的大姓,占了村里约四分之三的人口。 张洪志和小君的父亲是八小,张金星和小圈,既是八小还是同学,可谓青梅竹马。 两家人其实早就商量好,将这对优秀的年轻人结婚。 因年金星调动的原因,婚礼曾被推迟,小圈也靠入了兰州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 后来,两人的婚期并在了今年下半年,婚房在海南。 张金星的一股回春时,小圈抱着她的遗像走在最前面。 村里的年大审告诉记者,当时村里好多人给烈士送行,看着小圈抱着一下,很多人都哭了,大伙儿觉得两个孩子命太苦了。 张金星出事后,小圈一直陪着年洪志夫妇,生怕他们发生意外。 采访中,记者意外地透过可听的窗户看到,小圈躲在张金星曾经住过的卧室里,翻看着照片。 后来记者看到这本相册,里面是张金星生前少学、参军,训练的照片,像纸上张满了未干的嫩水。 张金星烈士简介,信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议军人事务部,张金星烈士,南、汉族、中共党员,山东烟台员,一。 992年7月出生,2011年9月入伍,2013年6月入党,把科学历,海军三级飞行员,海军中卫军行,生前系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。 入伍8年来,该同志立任飞行学员,飞行员,在校期间两次被评为优秀学员,曾代表员海军航空工程学员,赴图尔其参加国际铁人三项比赛。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金云新闻记者王曾发自杀东来扬。 1月2日入伍10代JE优优优独播剧场混合点核行员,02%在浮行李 addition的体制制中绩生成闻军我上 assistant工 wij不同的体制入手给评论铁比赛。 感谢观看